我當下知道是王子要幫我做造型的第一反應是 完了 Barbecue 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進店門口之前 有偷偷討論一下 等一下要給誰做造型 然後聽說 傑凱哥哥的技術比較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機會讓給另外一位小姐 我自己呢 壯烈犧牲 那我今天實際見到他的時候 我其實有老師跟他說我選他的原因 就是 你是被挑勝的 結果王子很認真很認真地告訴我 我絕對不會把你的頭髮剪壞 絕對不會 我對王子的第一印象是 好年輕喔 為什麼 他應該是我小時候就看過的藝人吧 為什麼我現在在他旁邊看起來我比較好嗎 第一印象真的就 看起來很溫泉的感覺 所以 讓我忍不住一直捉弄他 希望王子不要生氣 那時候要剪第一道下去的時候 我真的 我真的快哭出來了 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剪過短頭髮 我記得 唯一一次是在我小學的時候吧 我媽媽就是帶我去髮廊 然後他就很堅持要用公分數去比喻長度 明明用講了就可以了 對啦 他就硬要講說 剪掉15公分 還是剪掉20公分 結果那一次就變得很短很短 超級短的 最後是哭著跑出髮廊的 我 我剪第一道下去的時候 我超怕 今天會成為第二次哭著跑出髮廊 剪頭髮的過程中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當然就是王子啦 其實我中間在休息的時候 我有偷偷問他說 欸 現在好像沒有鏡頭在拍耶 你為什麼那麼認真啊 然後他沒有回答我 他就是很認真的繼續 就是修剪我的髮位 我那時候一瞬間就覺得 我好慚愧喔 我真的不應該這樣說他 他 我才發現他今天來 他是真的有 想要認真的把這件事情做好 而且是真的有 想要對我的頭髮負責的